疫情相当的严峻 导致许多的行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包括了基层劳工 摊商跟农榆民的生计受到了影响 习近郎苏仁昌也拍板纾困4.0方案 个人加快 产业加强 贷款加码为原则 自营工作者 例如像是摊商呢 这个最高的补助是3万块钱 而像是导游啊 领队等等 还有计程车司机也是3万 农榆民补助1万 最快在6月4号起发放 薪资补贴将从宽认定 至于劳工10万元的纾困贷款 也将延续 让有需要的劳工可以应急 今天台湾不容许 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被关怀到 格会苏贞昌行政院院会上说 每个人都要照顾到 亲自拍板纾困4.0方案 加快对个人纾困协助 加强对产业支持的措施 另外对产业纾困贷款 也加码缓解企业跟个人的经济压力 救助补贴 再者是贷款 三者是减税 手续的部分也要重宽 重述 在可以的范围内 也要立刻重优 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简化 在个人补贴上 中低收入户生活补助加码 4500元 完全没有保险 相关急难纾困额度为1到3万 没有一定雇主的劳工或自营工作者 像是小摊商 现金补助3万元 至于基层若是浓鱼米每人发发1万元 另外导游领队汽程车游览车司机 纾困补助也是3万元 最快下个月4号起上路 我们现在介绍开仓 击重 院长的指示 怎么样从宽从优 重塑的来认定 这波疫情的影响产业 主要是集中内需型消费服务业 原本标准为营业受到冲击50%以上 企业对员工部分将给予40%的薪资补贴 以2万元为上限 苏回要求直接发2万元 另外央行针对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在加码 总额达4000亿 每个人10万元上限的劳工纾困贷款 这次也延续 我们今天在提拨 总共额度上来讲的话 是500亿的额度 可以让50万的劳工来申请 各行各业受冲击 大家生活不是这么好过 新一波的纾困措施 盼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记者萧比萱萱台北报道 继续